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美食老王子李有财 我有来,来看看今天咱们要做什么好吃的 首先来认识一下鸡鱼 托盘中共有四只鸡鱼,两瘦两胖 瘦的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鸡鱼 胖的是鲤鸡 即鲤鱼和鲤鱼结合的产物 目前市场上售卖的鲤鱼65%以上都是鲤鸡 这种鱼的口感较柴,鲜味不足 泥腥味较重,所以有时候你鱼汤烧得不好喝 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有可能真是食材的问题 如果从烹饪美学上来分析 四香味形质气氧,食材的质量是关键 而美食的目的则是养生 哎呀,又车远了,继续来认识鸡鱼 左边的鸡鱼从背部到头部的弧度比较平缓 颜色也更深,身材也比较苗条 而右边的鲫鱼弧度比较陡,颜色稍浅 有比较明显的将军度 长相方面比较尖嘴活塞 废话不多说,开始操作 把鲫鱼清洗干净后 先刮一下鱼身表面的黑色膜 这样不但可以去腥 还可以使炖出的鱼汤颜色更洁白 如此这般 把刮好的鲫鱼再次冲洗干净后沥干水炖 并改上一字花刀 因为鱼比较小 所以刀口要浅一点 而且也不必用其他复杂的刀法来雕琢 然后我们再把嫩豆腐改刀成四方小块 放在开水中浸泡备用 起锅开火 把锅烧得特别热后 加入适量油滑锅 倒出滑锅的油不用 加入菜籽油适量 待油温烧热时 加入食盐一丢丢 下入鲫鱼做干煎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鱼塞在高温的作用下会瞬间打开 此时不要抖动锅 以免鱼皮破裂 但可以转动锅使鱼受热均匀 大约12秒后 哐当哐当的摇动锅使鱼也运动起来 保持这样的动作哐当个10秒钟左右 手弯一抖来个大空翻 来个特写看一下 就是这种感觉 用同样的操作手法 把另一面也煎至金黄石 加入姜片少许 干辣椒一个 烧哐当几下 加入料酒少许 开水食料 这里注意水要一次性加够 中途不要再次加水 我们再加入冲结一个 大火顶开后打去浮沫 如你所见 锅内汤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 先大火炖三分钟不要盖锅盖 避免蒸汽倒流 用这种方法可以很有效地去除鱼腥味 三分钟后 我们把经过开水浸泡的豆腐倒入鱼汤内 正所谓千煮豆腐万炖鱼 豆腐要迟于鱼下锅 继续大火顶开后 转中小火再炖15分钟 15分钟后加入盐食料调味 胡椒粉少许去腥腥虾 挑逐葱节起锅装盘 搞定了 一日三三记得按时吃饭 我先替你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下来一碗 总结 没啥要总结的 南无标都吃饭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喜欢的可以点击关注 转发评论 大家喜欢吃什么菜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做什么 特别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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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可不得